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记录开启帝王陵墓的纪录片 因为里面涉及到墓室的秘密 以及后期开启墓陵给文物带来的灾难影响 所以1957年拍摄完毕至今都是一个绝密的影响资料 而这次由官方组织开启的墓穴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义军的定领 万历皇帝本名朱义军十岁继位 在位48年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位的前十年 他在名臣张巨正的副作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举扭转了明王朝颓势 事称万历兴政 然而当张巨正死后 万历皇帝清零朝政之时 局面却变得大不相同 他发现自己在宫中处处受到斥重 就连设立储君这种事都无法如自己所言 原来万历皇帝苏来宠爱贵妃正事 因此便要立他的儿子福王为太子 可因为福王不是嫡长子 这项决定遭到了大臣和皇太后的强烈反对 这场较量愈演愈烈 最后万历皇帝竟不得不妥协 这次失败把万历皇帝的心气给耗光了大半 于是乎 从万历十七年开始 他一头砸紧后宫就没再出来过 万历皇帝行事遵从六不原则 即不计天 不计祖 不上朝 不见大臣 不批奏折 不听清典 总之不管是礼仪性的工作 还是实质性的工作 他一概不管了 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成了这副德行 实在是有些太不像话 几乎就相当于将大明朝完全停滞了二十八年 很快 权力中枢陷入半瘫痪的状态 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空缺的官员没法补弃 要知道官员的任免是需要皇帝拍板的 皇帝不拍板 职位就只能空着 一边官员年纪大了要退休 另一边空出的职位为人接替 所以被张居正 救活的大明 又开始病入膏肓 直至灭亡 话说 万历皇帝虽然对待国家大事 是一副不担责任的消极态度 但对于物质生活的享受还是比较挑剔的 据说他每日必须饮酒 而且饮酒必醉 无处以个逍遥自得 另外自从他继位以后 后宫的支粉钱增加了近一倍 可见万历皇帝远离喧嚣 却更加贴近了世俗 除了生活上的享乐外 万历皇帝对身后事也相当重视 他继位后不久 便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 这就是十三陵中的定陵 定陵虽然不及朱棣的长陵 那么气势辉煌 其工程却也相当豪大 修建而这座陵墓 供花费白银八千万两 征调明夫数万 差不多相当于当时明朝两年的农业顺收 如此劳民伤财的工程 经过六年时间才全部完成 再过三十年 他才会入住这地下宫殿 遗憾的是 明朝的江山 已经无法支撑这位皇帝怎么放纵下去了 万历朝后期满足在长城外崛起 他们南征北战四处掳虐 很快有了同明朝抗衡的势力 就在万历皇帝驾崩的前一年 十万明军在萨尔虎被努尔哈赤击败 从此 明王朝将和日下 并最终在万历死后二十四年灭亡 王朝覆灭后 皇帝的陵缘也就失去了其神圣性 后来十三陵的地上建筑多次遭到毁坏 索性 陵墓的地宫 深藏地下 且未知隐蔽 这才没有被盗墓者细节 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向由数位历史学家发起的 对定陵的考古发掘计划 获得了批准 万历皇帝长达三百多年的躺平生涯 因此而走到了尽头 只不过当年啊 吴晗 郭墨若等人对定陵的发掘 其实背后却有着另一个秘密 因为众所周知 朱棣让明朝达到鼎盛 他的长陵陪葬品 一定是数不胜数 其中啊 永乐大典 更是让所有的读书人 为之疯狂 本来是打算开启长陵的 但当时由于施工难度巨大 所以他们决定拿定陵练手 1956年5月 对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队先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从一个可疑的方向进行了试掘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后来一个民工啊 在挖掘过程中 突然发现了一个小石碑 上面有这样的一行字 此时 距金刚墙前皮十六丈 深三丈五尺 金刚墙既是地宫的木墙 有了这一线索 专家们推断出了地宫的大体位置 挖掘计划 次次步入了正轨 第二年的五月 考古队顺利地发现了定陵的金刚墙 更幸运的是 墙底上的梯形开口现实 这里就是黄陵的入口 眼看地宫的秘密 已经在眼前 负责挖掘的工人 却退缩了 原来那几天天气反常 不仅乌云密布 而且经常电闪雷鸣 因此有人产生了万利地 显灵之类的迷信想法 由于没人愿意做拆除第一块砖的人 考古队在吴晗 郭沫若等领导的提示下 只好通过抓丘决定 谁来动手 众人拆开砖墙后 果然才其后方发现了地宫的大门 大门有两块完整的巨石 凋枣而成 里面被一块长长的条石顶住 考古队用木条和铁丝挪开了条石 随后将地宫大门缓缓打开 至此封闭三百多年的墓穴中 首次出现了国人的足迹 打开大门后 又过了几天 针对地宫的考古工作 才正式开始 随着考古人员脚步的深入 定灵的全貌 得以展露在世人面前 当考古队看到明朝皇帝 灵悟的雄伟 陪葬品的珍贵 现场的播报解释员 不仅发出非常有年代感的感叹 看来他们是至死 也不肯放弃这种奢侈豪华的公平生活的 不过也确实 这是一座完全由石头砌成的雄伟宫殿 其构造仿着皇宫 分为前后中三个大殿 中殿相当于朝堂 而后殿则是皇帝在英迁的寝宫 中殿两侧各有一个 两个佩殿作为妃子的墓室 不过他们并未被使用 显然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 即使在死后也未能与大团聚 实际上郑贵妃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 她在万历皇帝死后又活了近十年 然而由于卷入立太子的国本之争 她在万历死后遭到各方的排挤 后来刚即位一个月的太昌帝 迎服用红丸而驾崩 禁药的人曾是郑贵妃的内臣 于是郑贵妃又被牵连进这场明末大案 满朝文武揭示其为祸国殃米的妖孽 正因如此 尽管万历皇帝临终前 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后 但这一遗愿直到最后也未能实现 万历皇帝一生中最瘦的赤肘 由此可见一半 或许这就是万历皇帝的悲剧之处 明明希望像凡人一样享受爱情和亲情 却不得不抛弃人性 做个无喜无悲的皇帝 更可悲的是 当他放弃责任隐居于后宫之时 也亲手开启了王朝覆灭的倒计时 三百多年后 当他和两位皇后的青丝男木棺材 被考古人员发现时 昂贵的木材已经朽烂了大半 连皇帝的尸体都已经腐烂得 只剩下骨头 经一神分析 万历皇帝致尺严重 疑似患有足疾 而且从他的头发和骨头中检测出大量的马飞 由此看来 这位至高无上的太子本尊 或许只是个被病痛折磨的隐君子 除了万历皇帝的尸骨外 考古人员还找到了三千多件文物 其中有祭祀用的礼器 有皇帝生前所使用的精气玉器 也有价值连城的青花词 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祭树的落后 注入龙袍之类的丝翅品 出土后不久 就因光照和氧化而发黑变脆 最后彻底无法修复 同时呢 还有不少骨骑 因保护不当而损毁 甚至很多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亲眼看着 这些文物从原来的色彩斑斓 栩栩如生 一点一点化为一片灰烬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 这样的损失 显然比青莹师妾更加令人痛惜 至于皇帝和皇后的棺材 当时的人并未意识到 这些文物的价值 这些瘦烂的木头被随意地丢弃在了山里 当地村民把它们捡回家 做成了家具 与此同时 工人们用水泥和红漆 制作了棺材的纺制品 只是不知道 如果万历皇帝全价有之 究竟会作何感想 当然 即使是水泥打造的棺材 万历皇帝也无福销售了 因为没过几年 他和两位皇后的尸骨 被作为反动封建的象征 丢弃在了大街上 人们把尸骨和稻草 一起烧成了灰 这位一生都充满争议的皇帝 居然以最为有争议和唏嘘的方式 化为一片灰 不管怎么说 万历皇帝和他的冥王朝 早已成为了历史 后世的人们 哀其不幸也好 怒其不争也罢 无非是在给历史 填上自己的助脚而已 正如将死后的万历皇帝 挫骨扬灰 不会改写历史的走向 如今的我们 再怎么对待历史人物 大肆评价 终归摆脱不了 古今多少事 兜赴笑谈中的浅薄 但这次开启定铃 无疑是考古的一次灾难 也就是通过这次的教训 考古工作 变成保护心挖掘 绝不会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主动打开任何一处古墓 这是对先人的尊敬 也是对文化 对历史的尊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